今天是我自己做開場 今天要介紹的地方是我的家鄉 新盈 那新盈這個地方也是在台南 可是講到台南 大家就會先想到台南市 那其實新盈也是有很多好吃好玩的東西喔 今天就帶大家一起去吧 GO 看要到新盈的話 大高鐵是大到嘉義喔 一天新盈就在嘉義的下面一點點而已 剛剛在這邊大高鐵的時候 還遇到蔡哈大 超像遇到偶像 新盈的一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間新盈的早餐 新盈燒餅 新盈的這間燒餅呢 是在地的人都知道的一間老店 它有大概有40點了吧 我們在很小的時候 它是在一個小攤辦 那現在就辦要這邊來 哇這排隊的人也是很多耶 他們那邊就是直接在那邊建桌先跑 它小的是鐵的 原著是鹹的 那刀餅一處理就要在那邊搶 之後他去攤辦的時候 他帶我去買 然後他就會說 趕快去搶那個夾子 他拿到那個夾子 就好像拿到了 我們可以跟他商品在路上 下一輪路上卷拿到了 快去 快去 去那一邊啊 我想要真的吃二個 吃一個我們兩個先吃一個 吃甜的 好香喔 跟你小時候吃起來味道一樣嗎 他現在的六號比較多 現在的中間 他這邊結帳就是 你直接跟他講要幾個 然後他都直接算好價錢給你 在新盈的早餐呢 除了當外面燒餅之外 還有這邊小米蛋餅 他之前的位置是在前面 以前是一台小餐車 然後他現在搬到這邊了 他這裡的蛋餅一分三十塊錢 然後他是用小米的餅皮做的 那如果說你是吃素的話 也是可以跟他說我要素食的講 買到了這個紅茶 小米蛋餅的旁邊 有一間這個 四十年老店的紅茶店 我們每次回來都會買這邊的紅茶 在我們新盈這邊有一個中心車站 那他這個是全台灣最長的五分車路線 從新盈到柳雲大概開三十分鐘 在這中心車站裡面 可以免費參觀一些鐵道的文物啊 還有老照片的展示 我覺得這也是鐵道迷會非常喜歡來的地方 你知道為什麼這叫五分車嗎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一般呢 他火車的軌距 他是143.5公分 那台塘的小火車呢 他軌距只有標準的一半 所以他才叫做五分車 台塘他們以前就是用這個五分車來載甘蔗的 那現在就是觀光小火車 在等五分車的時候啊 可以來旁邊的新盈糖廠這邊吃鮮奶冰淇淋 或者是古早味的冰棒 這也大概真的是所有新盈人 共同回憶的地方 你們小時候你爸媽就會帶你們來這邊吃嗎 我 那我們等一下要坐車去乳牛的家 走 走 那我們現在來到乳牛的家 那他有一區是可以讓你餵動物 然後另外一區是餐廳 還有一區是童腕區 來那這邊別忘了買什麼東西 奶奶和牛肉貓喔 他這邊入場券一個人是60塊 然後可以抵30元的消費 可以拿來餵動物 我們小時候的干媽甲有長這樣嗎 沒有 好像沒有喔 還沒有到長這樣 你要換什麼 牛奶會 小羊 欸小羊小豬啦 好 牛奶會小羊小豬 這個會 小白褲 還可以餵草泥馬 我要餵草泥馬 好小隻喔 他是喝奶奶嘛 你不要亂餵啦 太好笑了 他長得太好笑了吧 他長得好多隻餵喔 怎麼他不是很想吃耶 太飽了 欸你太飽了嗎 怎麼不吃東西啊 你看那邊有三隻野生的小羊耶 他比較小 他好像偏不想喝耶 欸不喝奶奶不會長大喔 那我們去找會餓的喝 不要吃太多啊 會被殺掉 我要去餵羊好了 羊好像比較熱情一點 吃喔 吃草肉 很熱情 這裡的羊比較熱情一點 我要去那邊的 剩下一隻而已 你看看起來很漂亮耶 對啊 這邊是一個我們家的餐廳 那他這裡是一個火車的車廂 火車的 他這邊可以吃飯啊 裡面還有買一些撿餐之類的東西 他這還可以在火車裡面吃飯耶 外面好像在搭火車喔 他在外面的記憶 這裡還有一去同彎七 我們去看看裡面是在幹嘛 這真的是現在小朋友看不到的東西耶 可是現在你阿嬤加油耶 對啊那當然我阿嬤一下這麼復勞 這應該是在民俗孫才會看到的啊 你會玩這個嗎 就這樣啊 會踩高敲啊 那個也是踩高敲對 你會用嗎 也是踩在上面 你看 換你玩 好換我 換我換我 換你玩看 哎唷有喔有喔 我覺得我去玩youtube才會知道這怎麼玩 這怎麼玩啊 這好難喔 但我覺得我連這個叫的 對啊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怎麼問 這裡也太有趣了吧 好多動物可以餵喔 很好玩 我本來以為這邊只有牛而已 想不到竟然還有這麼多不同動物可以餵 這邊已經開了四十年的扇魚麵 那這次你們這邊當地人都知道這間扇魚麵 只要說扇魚麵就知道是這一間 那這一間就是在路邊的鐵竹 那招牌就顯著扇魚麵 在阿這個櫃檯上面可以看到滿滿新鮮的扇魚 就是切好這邊擺著 然後點面的人通常都比較多 所以都要先炒好一大堆 我們今天點的這個是 炒乾扇魚意麵 但它這邊有分一包乾扇魚麵 跟炒乾扇魚意麵 因為我沒有吃過意麵的版本 所以我再附點這個意麵來吃吃它 很香欸 它這扇魚的話真的是炒得非常好吃 脆脆的很有嚼勁而且非常的香 它這扇魚的量其實跟油麵是沒有差太多 所以如果你不是特在吃意麵的話 其實給油麵的話是非常划算 看回來就這麼多人了吧 這間阿松錯多幾次 我每次回來吸引必吃的一家店 它這間的口感跟台南市區的有點不太一樣 口感比較酥脆 裡面做的比較紮實 所以吃起來有點不太一樣的感覺 它這邊的油是每天都會換的 所以建議下午開店的時候 就過來買這樣比較清淺 它這邊臭豆腐小盤3塊35塊錢 大盤的才50塊而已 前面的人要買6分 我們點了一個小份的 它就是有3塊臭豆腐 但是它這裡的醬料跟外面的有點不太一樣 QP一直想要去吃 它這裡的醬料就有點像醬油膏跟蒜頭 要配合成 這個臭豆腐中間有一個洞 就是要讓醬汁滲透進去 然後這個泡菜可以放在這個洞裡面 這樣子 哇! 超好吃 它這個醬啊 搭配它的臭豆腐 還有搭配它的泡菜 結合在一起真的是超好吃的 它是有點甜甜的 我還是台南的味道 原本以為可以吃起來不太習慣 結果真的是非常的搭 非常好吃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174義站 這裡很有名的就是有一個玻璃的一個觀景台 接下來這邊是要先定位的 然後他們有接受那種臨時來的 觀景台在那裡 這邊必須一個人是100塊錢 然後它這邊有一些咖啡景的 還有一些減算可以用 你會怕嗎? 不會啊!當然不會 但這下面全部都是中空的 超可怕的 可是你看那個視野還蠻好的 怎麼樣?恐怖嗎? 不會啊! 你覺得恐怖嗎? 我又沒有過去 那你走過去感覺怎麼樣? 就下面都空著這樣子 視野很好 就漂亮 晚餐我們來吃 這雞貝西里這邊還蠻有名的 卡卡卡炒飯 為什麼你叫他卡卡卡炒飯? 那沒名字嗎? 就是炒的時候 就很多卡卡卡的聲音 你等一下看 哇!在這邊排隊的人也是有欸 非常多欸 這邊有名的是什麼東西啊? 我們都去選肉食炒飯 我們來餛 可以你來看 這看起來看起來很好吃的樣子 不要煙炒飯 我來炒飯再吃吃吃吃吃吃吃看 現在這是正常的速度喔 我沒有快轉 炒飯感覺好入味喔 他要炒飯阿 就這樣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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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慢欸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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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慢了嗎? 魚肚飯 這上面是有一片魚肚 然後下面是一個煎蛋 然後再來是飯 然後再淋上醬汁 這個蚵仔間它有很多蚵仔喔 而且它這個蚵仔都是很肥 椒葉的話就是吃這個 這間燃機鴨頭是我弟推薦的 那它就是在新穎的火車站附近 第一上次帶我們來吃的時候 我們就非常的喜歡 你要什麼 我要鴨翅 你弟要米血 我們買個米血 鴨翅還有甜不辣 它這個都很入味喔 新穎最後一間要帶大家來吃的是 這間磁味布丁豆花 那這間就是我們從小到大 我們都會來這邊吃 那它這裡有名的就是三色豆花 它有原味、巧克力跟雞蛋布丁 哇那這邊已經開店30年了耶 那來這裡的人都點三色豆花 那雖然說好吃的豆花很多 可是這裡對我們來說就是 吃一種回憶的味道 那如果說你也想要看更多 台南周邊的經典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掰掰 來到台南大家一定會想要吃牛肉湯 那在新穎這邊呢 我們都是吃這一間揮旺牛肉湯 門口它就有這個生日牛肉 然後要吃牛心、牛肝都有這個選擇 我們今天 兩碗牛肉湯是一碗肉燥飯 這個牛肉湯是在來的時候 第一次吃到牛肉湯 所以要休息一下 然後整體 整體的湯裡面這樣 吃起來很好 然後要趁它還沒有到全熟的時候 趕快喝才不會老掉 這個醬油膏加上蝦 就是會有甜甜的味道 就是台南的味道 我覺得來台南吃牛肉湯 就是吃它這個牛肉 然後然後蘸它這個醬 然後還有配上一點點的醬汁 真的超好吃的